好 大家来关心屏东的明阳国际公司厂房爆炸 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那么明阳还有母公司明安 总共四位的高层在24号下午3点钟 他们是以视讯的方式来开了众讯记者会 明阳母公司明安董事长是带着高层鞠躬道歉 同时表示明阳将会成立信托账号 同时有足够足额的保险 一定会全力来协助商者且完成理赔 好 投保金额高达了15亿也成立了信托专款专用 董事长表示说不会逃避任何的责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厂房的部分 大家也关心到底这里头什么样的物质呢 先他们表示环节碗就是一个过氧化剂 两者其实同样的东西 有提供了基本资料 也表示后续会配合来调查 好 整起爆炸意外 火警现在造成了9死1失联110伤 那您可以看到呢 在24号晚上8点多 在这边疑似找到殉职消费人 陈伯瀚的骨骸旁边呢 还散落的消防物品 那么所有的学弟在这边列队敬礼 同时喊的任务结束 但事实上还有人没有找到 也出动了空拍 十多名一销来到这边来搜救 你可以看到在这场的火警意外当中 大家也问问到底最大的责任 谁该来负责呢 这位是消防所前组长林金红 在脸书上发文了 谁该负最大的责任 直接直指就是明阳了 好 列出了几点 首先五点半报案 那么真实的火灾到底是几点呢 还有这么多的员工受伤 什么时候发生的 以及火灾发生之后 为什么大家没有逃出来 为什么这么多的员工受困 工厂发生火灾意外之后 做哪些应变 还有在整个应变的过程 是不是有瑕疵呢 这些都是现在要来厘清的 您可以看到小队长陈文川 跑在清醒之后崩溃痛哭 那么灾后压力创伤 所以现在医院也暂停了会客 现在传出呢 这个物质安全表 是不是还在印就发生了爆炸意外 现在对于大家来说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这些 心理医师也来到了宾馆 要来协助安抚这些 罹难者家属的情绪 包含了这几位 您可以看到 现在屏东县政府表示 依照年资呢 可以获得2783万到2897万 不等的抚恤金 最速箭来争取 并且申请能够来入寺 中列祠以为英灵 好 但是呢 这个非常的遗憾 这么多的这个意外发生 那我们持续也要来关注 到底整起意外当中 现在谁要来负责 后续呢 政府能够给予什么样帮助 那边还有没有受伤的 后面有没有受伤的 名阳爆炸火警死伤惨重 火场不断救出 消防弟兄和员工 经过三天抢救 殉职的消防员陈伯瀚 24号晚上8点多 终于找到了 消防队摸黑搜救 缓缓抬出担架 在火场里发现骨骸 而骨骸周边散落消防物品 推测就是陈伯瀚 救护车将他送出时 一旁消防学弟列队敬礼 大喊任务结束 场面令人鼻酸 爆炸火警造成四名 咏消殉职 其中三人已经辨识身份 而消防员陈伯瀚 采不到DNA 另外还有一名 父姓员工骨骸不完整 检验难度高 两人身份难以辨识 目前累积死伤人数 一共九死一失联 110人受伤 现在有一位消防 消防弟兄 那有一位是他们的员工 那现在 资料还没有完全符合 行政院委员南下协助灾后处理 但现在还有一名员工 还没被找到 现场出动空拍和怪手 持续搜救找人 十多名益销也加入搜救行列 火场爆炸 夺走家人生命 离难家属难以承受 心理师陪同关心 陪他们走过 这一关 就屏东做不到 茗阳厂房大火 造成了四名的消防员 不幸的殉职 当中您看到这位陈伯瀚 因为他的遗体 叹化严重 在检体当中采不到DNA 他的姑姑受访表示 看了陈伯瀚从小长大 非常的孝顺 也表示十分的不舍 闲心状况交给张淑涵 好多观众但也来关心 米洋厂房的大火 是造成四名的消防员 不幸殉职 其中呢 其中一位队员 陈伯瀚他的遗体 因为碳化的状况 是比较严重 从检体当中 还没有办法找到DNA 所以现在也是 还没有办法来 做进一步的 这个辨认身份的动作 那在昨天晚上 搜救队在晚间 九点的时候 也是在现场 又在找到了 陈伯瀚的部分的骨骸 现在则是一并的 送往这个 屏东市立的殡仪馆 要来做相宴的程序 不过这漫长的 等待过程 也是让家属的心事 心急如焚 稍早我们就访问到 陈伯瀚的姑姑 她是表示说 从小是看着伯瀚长大的 当时陈伯瀚本来 是在这个基隆分队工作 就是为了想要 究竟照顾自己 自己的妈妈跟阿嬷 才会调来屏东 如今发生这样的汗事 她是不太能接受 并且一直说自己的 这个陈伯瀚 她是非常乖 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 在受访的时候 也是速度的唾弃 但你听一段 姑姑的稍早访问 我们感情很好 她从小就没有爸爸了 她读情的事叫 是我们家 她是在基隆服务 后来才掉回来 南部要陪 妈妈跟我的阿嬷 对她很怪 我跟她说 你们觉得他们赔得起吗 赔不起啊 这边可以赔得起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这个名阳公司的董作 召开重大记者会的时候 是哽咽表示说 希望自己可以来临堂上香 不过呢对此家属 刚才陈伯瀚的叔叔也表示说 自己完全没有说到任何的消息 甚至也是看新闻才知道的 不过对于之后的赔偿金 补续金要怎么来做相关的赔偿 刚才姑姑是情绪非常激动的 表示说不管怎么样 都赔不起自己亲人的 这一条宝贵性命 以上就在屏东为你 掌握到最新时间镜头 只要缓缓内 二十二傍晚屏东 明阳工厂发生了爆炸意外 波及到附近的住户 包含了玻璃铁门都遭殃 还有前进国小窗户都被震碎了 在周六呢紧急宣布停课 到周一才恢复了上课 校园里头至少有十面的玻璃碎裂 这老师是花了一整个下午来清理 但家长还是十分担心 小朋友的安全问题 二十二号傍晚工厂爆炸瞬间 监视器拍下临近的前进国小窗户 脱落喷飞 细碎残渣漫天飞舞 另一处的超商玻璃门被震破 爆炸威力超强 狗也吓到快逃 民宅的铁门更是破了大洞 就连墙壁都有超强裂缝 真的超惊魂 旁边就是爆炸点 浓烟包围前进国小 星期六补班补课 鸡门喊咖直到周一才恢复上学 受损的玻璃门窗 大概总共有十个点 合计十九片玻璃 校园里玻璃碎成渣 赶紧召回六名老师抢修 二十五号上午恢复正常上课 空气品质也在监测中 身体上还有什么不舒服 都要赶紧告诉老师 前进国小还有副社幼儿园 总共有一百二十九名小朋友 恢复上课第一天 家长跟校方都严正以待 而在事故地点附近 可以看见十几位一销 旁边堆满工具包 准备加入自主性协助救灾行列 屏东爆炸意外 附近居民也都受到影响 校园一片狼藉 经过几天整修 也要重回正常教学生活 记者张春华 叶正云 郭宜珍屏东报导 而这起的意外 造成了四名校方人殉职 屏东县府针对了 绵羊厨房超过管制量 三十倍的过氧化物 案发第一时间 并没有提供完整安全资料等书师 开发了总共两百四十万 他认为这就是儿子的命 那么工厂疏失就按照规定来办理 交给张淑涵 好多观众 那你来关心 民洋厂房爆炸案的后续 就在今天早上 贫图县长周春敏 是召开了记者会 对于民洋公司提出了 三大的重大疏失 第一个疏失呢 就是在事件发生的当时 其实在五点十分的时候 厂房就收到了这个火灾的警讯 不过工厂是迟迟拖了 二十一分钟到五点三十一分才来报案 而就在这个消防队要进去救灾之前呢 民洋提供的资料也是有缺漏的 因为呢 民洋明明进口了三种的有机过氧化物 但当时提供给小队长呢 却是只有一种安全资料 而且在这个存放的公斤数 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呢 照理说明明在这个管制数量 只能放一百公斤 但是民洋呢却是囤放到了三千公斤 也就是超过了足足有三十倍之多 所以针对以上的疏失呢 这个平农县政府现在呢 是提出了两百四十万的罚员 他还要开罚两百四十万 不过对于这样子的救责 家属能不能接受 那我们来带你听一段 賴俊如爸爸的稍早回应 听那么乖 那么优秀的小孩子 算牺牲了 我心里相当做爸爸的人相当不舍 也不舍得 很不舍得 也舍不得 事情发生了 本来是一样 我没有怨认何人 我没有怨认何人 那只怨自己或许是 先注定 命中注定 我会去怨认何人 至于说你 可以刚刚说那个工厂的问题 说什么那个原始通报 原始那个 就照一切的 为黑来办理 可以听到賴爸爸是认为说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认为这一切都是命 仍然是非常以自己的儿子为傲 不过对于包括这个工厂 有些疏失 延迟通报 这些问题 他认为一切都是依规定 来去办理 他没有任何的意见 不过也希望 这个工厂之后 在安全的检测 都可以好好做 不要再让汉事发生 以上这位 你掌握到最新 时间镜头 叫很朋友 明阳在昨天也召开了 众讯的会议 向史内还有家属 来举功道歉 并且承诺成立的信托基金 负责赔偿事宜 但是现在也被爆料了 火灾当时 警铃没响 员工根本不知道要逃 也没有人疏散 也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提供完整的火场资讯 所以让消防员 无法行使退避权 才会让这一次的大火死伤 如此惨重 消防人员 这么大的一个伤亡 我们也感到非常非常不舍 内萨视讯记者会现场 明阳国际科技公司 24号下午发布众讯 要对这场今天火灾 给出交代 由明阳明安子母公司 共同出面 强调将成立信托基金 专款专户负责赔偿事宜 不过关于信托基金 有多少上网的员工 怎么赔 赔多少没有定论 只强调银行额度绝对足够 另外关于死伤消防人员赔偿 也表示跟随地方政府指示 恐怕让相关人员难安心 不过明阳国际 一年生产2.6亿颗高尔夫球 出货量占全球总量20% 规模如此之大的工厂 却在系统侦测的延误警报时 没有第一时间做员工疏散 更意思当消防队抵达时 没有提供完整火场资讯 让消防单位无法确实执行 资讯权和退避权 导致此次上网严重 毕竟消防人员不可能 对于每个环节工厂自主来管理 那么老板管理权 要负最大的责任 另外还有专家指出 高尔夫球制成中原料包含 锯丁2C 本来是高弹性及稳定 但是一旦超过燃点700度 恐怕就会引起原料半成品 甚至是分成爆炸 吐具剂那可能就是过氧化物 那这个架桥剂它会用硫磺 所以这些种种都是易燃物 火场就在虽然高一段落 不过接下来公司恐怕 还要面对赔偿及重建之路 继续王局文 王一婷 台北报道 民洋科技 屏冬厂的大火 现在屏冬县政府会公布了 092爆炸事件专案捐款账户 提醒民众著名捐款用途 以利专款专用 对此资深媒体研 上后制批评 政府根本就是人祸装成天灾 意图谢泽真的太恶劣了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为什么政府开放捐款管道干嘛 这个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吗 你先平衡政府先安置吧 安置好 你先开始 实际会下去开放捐款 关你个屁事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恶劣 就是说 因为他是有钱的厂商 对不对 所以他的员工理论上他要赔 那消防员是政府要负责 那你告诉我该捐钱给捐谁 民进党每次都是这样 就说这件事情明明是人祸 他就把他装成天灾 这些消防员很伟大很可怜 所以大家帮他捐钱给你 你就不追究政府责任 浩之长就要关键了 他明明是人祸 他把他扮演成天灾 烂政府好不好 对啊 然后就好像政府就没责任 你看你们大家就捐款 然后我就变成 我变成善业的第三者 第三者 第七者 第二个 最后一 次 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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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第五条 第五条 感谢观看